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來跟大家談 為什麼我認為青年創業服務處 什麼應該要來設立 並且能回答所有有志的想要創業的年輕人 所有的問題這件事情 那麼因為我過去的五年成立公司到現在 接觸了非常多的年輕人 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呢 二十七八歲有不少他是住在家裡 那麼他其實領的薪資非常的微薄 我想甚至是很多金融界服務業等等 想要能夠出來獨立 住在外面養活自己 甚至談到結婚生子都是蠻困難的 那麼我有不少年輕人的朋友他們是結婚了以後不敢生孩子 那麼基本工資我認為是一定要挑漲 當然會有很多企業可能不認同 那麼我個人呢是認為現在的物價 現在的基本工資是這個不成正比 那麼年輕人如果呢他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沒有辦法獨立 住在外面 或者是說結婚生子 那麼我們台灣怎麼會有未來 那我接觸到了很多很有想法的年輕人 畢竟是少數但是天馬行空我都認為呢 應該要協助他 也就是說在如果有需要創業的 那麼我們政府呢就應該所有的問題都能夠來替他回覆 譬如說公司怎麼成立 譬如說品牌怎麼登記 那麼譬如說資金可以怎麼樣貸款 那麼社會上有什麼資源 有什麼人 那麼我想我希望政府呢 他是站在一個完完全全服務人民的這個立場 那麼這也就是為什麼 其實我不認識親父會裡面的任何一個人 也跟裡面的人完全沒有任何的就是 結妹有沒有結任何的怨 那麼只是看到年輕人跟我們現在的小孩子的未來呢 我覺得這一塊是政府必須做到的 那麼剛剛講到了就是說 年輕人天馬行空想法這個少數的這一些人 那麼這些人呢 他其實呢你根本不要怕他失敗 因為失敗呢才會學習 那麼我們今天如果說培育十個人 他只要有兩個成功 他就對社會經濟是有幫助的 那麼年輕人其實很多現在會部落格會Facebook 他已經在經營自己經營個人 那麼只要你讓他有資源 不會覺得好像政府高高在上 然後想要問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我相信我們的青年是會有國力的 畢竟我接觸到應該是說百分之七八十的年輕人在台灣 都是非常有教養 都非常的有素質 那麼有些人會談到什麼草莓族等等 那麼我們社會是有責任來問自己 如果你認為他們是草莓族 那麼我們社會是有責任 家長有責任 政府有責任 來看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那麼我希望我們能夠不要一直在講過去的失敗 那麼我希望我們能夠談談未來 那麼今天的主題呢 我還是在講七年政府必須有溫必達 必須完全服務 必須建立起就是說這個整套系統 能夠完完全全服務年輕人 這麼激起年輕人的活力 那麼最後我再重申一下 一件我感覺到很悠心的事 那麼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真的是覺得 國家是沒有未來的 他也不覺得需要怎麼樣大聲說話 反正無法改變未來 那麼不少被動的年輕人 我覺得我希望我盡一點力 那麼如果我們這裡盡了力了 那麼剩下來當然就是交給大家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我在國外 所以這個是自己來錄影的品質不是很好 那很抱歉 那麼但是這個我想我做這事的初衷 是沒有任何的所謂黨派 沒有任何的黑白 那麼我只是就是說 就我自己的經驗 那麼發表這個分享 謝謝大家 也耽誤大家的時間 OK